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最近黄晓明和杨颖又上了新闻头条 很多人对两人这段有了十年的感情津津乐道 大家只看见了八卦 而我看见了两人背后的坎坷 其实黄晓明和杨颖都是苦命人 黄晓明刚毕业时 收入微博只能天天吃泡面 没人关心她 幸好旅行飞机上一位女星的包 不小心落在了她身上 而黄晓明的幽默和年轻的面庞 让这次意外升华成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之后很久 黄晓明为了能够体现男人自强的那一面 又选择了独自上路 而杨颖的人生初期和黄晓明的没有区别 在彷徨不知何处去的时候 杨颖遇见了黄晓明 那时候C位的是黄晓明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 如今C位的已经是杨颖 正如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酒十年灯 两位逆袭成功的男女 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应该会给渴望逆袭 想直进不退的人 很多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